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即将发放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 会减少原定分5次发放的期数 使用期限也更具有弹性 考虑延长到农历新年使用 即将透过4个电子支付平台 向每个合资格市民发放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 政府初期计划分5期 每期发放1000元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会增加弹性安排 他说考虑延长去到农历新年 市民用电子消费券来办年货亦都得 日后透过电子渠道申请 最快暑假收到第一笔款项 书面申请就要迟一点 整体经济表现方面 第一季增长7.8% 结束连续6个季度的收缩 但陈茂波说 仍然未完全回复去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预料最快去到明年年底才可以恢复到 至于为失业人士而设的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 已经收到过万宗申请 大多都是来自物流运输 零售和饮食等行业 无线电视机者黄线河不道